今天張九成作客來到天業路公園 作客嘉聯元朗 穿著波河陸的波沙馬 而嘉聯元朗方面橙衣黑褲 比賽比較正式開始 夾組聯賽的比賽 作客來到天業路公園 對手是嘉聯元朗 這場也是綁持跌的大戰 今天這場的賽果也是關乎第二名的位置屬於邊隊 當然張九成贏了繼續排第二 假如如果嘉聯元朗贏了 就會和張九成並列第二第三名的位置 今天見到張九成的全場迫搶都挺積極的 這下就是迫到元朗後面的猜拳 迫掉了之後差點可以打到快速排擊 到禁區文輝中間 分在左手邊 在左翼的西肯 對著勞子記者吸過了 按他頂 右腳轉 拉圈勞域的賣門 又到張九成的進攻了 其他防線其實都壓到為中場線了 反而我覺得要小心點 嘉聯元朗的反擊 始終嘉聯元朗中場線也有一定的長傳能力 右邊嘉樂正在等著 左邊隊友們都看到他了 反而來第一次 嘉聯元朗中間的位置 你一個抽抽得高了 這球是很大的機會來的 佛球的機會 開到出來尾柱 又敏聰在這裡 失去中間的球 球證入了越圍 這個開球的瞬間 其實敏聰已經處於越圍位置了 這球可惜了一些 其實設定挺漂亮的 心思不錯的 發現他尾柱都空了 敏聰 我覺得嘉聯元朗太急了 當然急不知是他們的戰術還是怎樣 但看來這球才能放到前場的 我有一次 奧斯文 一個人面對敏聰 給他打他頂 這球會不會有一個喜劇的機會呢 李開軒不射住 再給 黃子漢 又是你 又是一球很清楚你落的一球反擊 先找到前場的奧斯文 再彈幾腳 這樣就完成了 平常的魔術有時就是這樣 Cowman仔上一秒說他打得急 他一個高球放在前場 剛剛被奧斯文撈到 拿得定之後回傳給李開軒 李開軒也以為他右腳是射球 原來不是 小小力折返給中間入攝的黃子漢 剛剛中門戴開了 終於九龍城的防線 就讓他左手邊輕鬆躺進 上半場去到尾段 不是尾段了 還結束了 下半場 終於九龍城可否保持上半場的狀態 雖然落後緊 但其實終於九龍城上半場 比嘉聯元朗更好 我的觀感去看 那球就開了 出仙可否是嘉聯元朗 見到張九龍城 整班中詞球員逼得很前 張九龍城很早 街園再出了會人吊動 將會換入的是7號的鄧康賢 換出的是2號的黃澤勤 西勤 雖然處理幾腳 奧斯文就不算太理想 不過今天很長腳 其實是很多次都喊到他的名字 好 左手邊 曾家俊 有啊 嘉樂的走位沒有給 真是近處 阿里 把腳放進去 但是 謝偉藍的反應都相當快 剛剛落地撲出底線 這裡放上去想找高大周旗 過不了曾家俊 投回來左手邊 有些時間可以處理的 鄧康賢 過了 袁俊東 再避過了林邦正 這裡袁俊東 有推人的動作了 球證要給牌了 黃牌 這裡是鄧康賢 很出色的 連續過人 雙方面 下半場的中場的控制力都低了 大家好像有點 對攻 然後球場 斷開了兩字的味道 這裡又回到 張九龍城的前場 鄧康賢吸入大位 給到中間 許家樂 哎呀 許家樂 雙方都有換人調動 全新九龍城就換入 31號的托巴士拉夫 黃智康 你打小後衛 我立即放回右手邊 劉梓傑一對一 任你退 壓到內底線 出發球 有了 奧斯文 其實 看來也有點像李海軒撞的網球 不過奧斯文就慶祝 就當是奧斯文 沒有了 這裡 敏聰 一調上去 想踢前鋒 都不夠一分鐘了 立即在後面已經有個實球了 這球入球就絕對殺死了這場比賽 也注定 終於九龍城 近三場比賽仍然是不勝的 這球也是奧斯文 今季第四球的入球 助攻方面就來自11號的盧子傑 盧子傑今場試職 一個右翼的位置 反而可能踢得左翼更加 左閘的時候 踢得更加好 這球的試色 鄧堪賢不是追平的 只是先收拾球 但還有機會 糟了 會不會有平常圓魔咒 一趕殺死這場比賽 終於九龍城有機會 我相信不介意再看入球 這一下也突然 關機了 元朗的球員以為贏2比0 就可以殺死比賽 相信真是最後一球攻勢 如果進行九龍城攻的話 繼續去到中園維持 也不是要站在前面 左手邊 你正在等著 韋傑 都沒有比 都是短了一點點 這裡可不可以快點踢球上前場 蕭姐奧 斬不上去了 Totmars大夫 哎呀 都是謝偉藍出來 沒有了 我想球證在這個時候也吹完場雞了 下個星期就是農曆年的假期 過年之後 一月底 一月二十九號 中園九龍城就會回到主場 回到他們的主場 九龍仔公園 會對著永二地產 也是三點半的時間 沒錯 我們今天陪伴大家看球的 有我Coleman 和Sunny在這裡 我們下場比賽再見 拜拜 拜拜 什麼夢想 三小龍城 跟著 人類到 感谢观看